最新的民调就显示 其实有77%的民众 是乐见两岸交流的 所以马英九他卸任之后 到中国大陆去祭祖 又如何呢 可是民进党方面却一再强调 说这个小新统战矮化 会变中共同路人 甚至还说什么习近平执政 连任成功之后 马英九是要去登陆送他大礼吗 什么话都有 翔哥 我不想讲马英九 我想讲谢长廷 谢长廷就到很感动 泪崩 记组泪崩 行政院长下来以后 过去流泪 我好感动 看到谢长廷去泪崩 还引苏东坡的名剧 快栽得已 真的是 回到大陆怀抱 我跟大家讲 民党就是个很奇怪的动物 你谢长廷去 他跟我讲 我今天来这里是为后人开路 哇 了不起 满久过去 是干嘛 就是要为主流同一开路 还是这个意思吗 那你接下来过去 难道不就统派吗 触统吗 就莫名其妙 只要跟国民党有关系的东西 都给你扣上所谓的红帽子 那我也要说句实在话 坦白讲我觉得这一次 因为马总统这次决定去访问大陆 我真是看新闻才知道 看现象知道 第一时间我就马上贴文 我就肯定 为什么 我跟大家讲 本来就该做的事情 两岸现在到这种程度 说真的 你去看 你不管说是欧布莱特的 那个所谓的毁台的 毁台机电 不是叫毁台 毁台机电的这个说法 你在今天 为什么今天会 两岸push到这种状况 兵凶战危的状况 很简单 我说真的 现在美国整个战略思维 我也要跟美国讲 这战略思维 台湾人民是无法接受的 在战略思维里面 很简单 罗志强 你的命不重要 徐鸿基你的命不重要 也不重要啊 奉兴你的命不重要 帅将军你的命不重要 我遏止中国才最重要 为遏止中国 我可以让你这边 成为一切的代价 变成你要来付出代价 让你这里变战场 战场 都在所不惜 甚至 不只变战场 我变焦土 变焦土 为什么 我不能够让 中共得到 任何的资源跟好处 所以才会有今天 所谓的 毁台积淀的 这个说法 抱歉 这个说法跟你讲 是完全符合战略理性 我现在在讲 从美国的角度来讲 是完全符合战略理性 过去战争 也焦土一直在打 对不对 两边打 如果打起来的时候 我今天守不住这个地方 我就开始放火烧 从古到今都是如此 那今天问题是 我们要被刀放火烧的那个人吗 被烧的那个人吗 这才是关键 现在两岸都说 要不要交流 马英九要访问中国大陆 结果呢 算算行程 蔡英文要访美 怎么就这么刚好 这是会有刻意的安排吗 我们来看一下 蔡英文到时候呢 你看3月29号下午 这启程 然后到3月30号早上说 过境纽约 然后到时候呢 还有一个过境到加州 是预计4月5号的早上 要跟麦卡锡会晤 并且呢 到时候在整趟的行程当中 说当然啦 就是还有一件事情 也很重要 是蔡英文到时候 还要货颁一个 全球领导力的奖项啊 这是对蔡英文的 莫大的肯定啊 那对照一下 这个刚才我们在讲 刚好这个时间 马英九要在中国大陆 完全重叠 蔡英文呢 是3月28号 然后开始往美国这样 然后抵达的时候 大概是 那么美国时间 3月30号了 对 应该28号 29号出 好像就到 然后接着回来的时候呢 是4月6号 可是马英九 是3月27号到4月7号 所以比他早一天出发 比他晚一天回到台湾 所以两个人时间 是完全重叠 我觉得昨天蛮有意思的 就是民进党的 很多的政治人物说 这都是马英九 故意的 你看就故意要这个 遮盖 蔡英文访美的 这一些新闻啊 然后整个要 要跟他这个 就是拼板面 那我觉得 这件事情就有趣了 首先我先讲 第一个部分 就是 谁比较容易 知道对方的行程 你觉得马英九 事先能够知道 蔡英文的行程吗 比较难吧 他如果有这种 他如果有这种通天本理的话 那我会觉得 我还蛮崇拜他的 但我不认为 他有这样子的能力 对 然后呢 你要知道 因为他要访问的是 除了 不是只是访问 一个中国大陆 他还要去 安排几个学校 然后去座谈啊 演讲啊 什么的 那几所学校的地点啊 还有参与的人啊 还有包括了一些宣传啊 事先都必须要先说好 当然我后来知道说 这几所大学 昨天是同步宣布 这件事情 所以他们也在 他们校内贴了公告说 有这么一回事 大家那开放什么时候啊 大家来报名参加 我听说很热烈 报名踊跃 我听说蛮热烈的 我想去看马英九了 对对对 好那我就说 那这种事情 你也不太可能是 蔡英文公布的行程 我这边急哄哄的 来去处理这件事情 坦白说真的也很困难 那我所知道的是 其实马英九办公室 这个地方 在今年一月的时候 就已经在安排 这些行程了 所以那个时间点 要说知道蔡英文 有这趟行程 我觉得根本不可能 可是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会这样子的酸葡萄 代表什么意思 他们其实真的怕 怕什么 就是怕真的那个行程 对比下来的结果 可能民众比较接受哪一边 那我们就要回到 前面的那个民调 说百分之七十七的民众 希望能够交流 就连包括了 绿营的支持者都是如此 我要提醒大家 其实我最近所看到的民调 这个比例是越来越高 就要求要和平谈 和平交流的那个比例 是越来越高 从当一直都是主流民意 然后但是从五成多 六成多到现在七成七 因为民意基金会 它是一个可能被一般人认为 相对有一点点中间偏绿 的民意基金 这跟他的主持人 尤英龙老师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那么所以这个比例 民意基金会调查出来 是百分之七十七 你就知道这个绝对是 主流中的主流民意 那这个数字一直在节节升高 我觉得反映的是 台湾民众的焦虑 台湾民众并不愿意看到 台湾真的兵凶战危 战到底吗 真的让台湾成为一个战场 到底台湾哪一些人有利 更不要讲 因为我就负责 就是财经新闻比较多 所以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我很知道许多的金融 投资等等的资讯 你知道真的很多人来问我 投资移民的事情 那看到说我们周遭有很多的国家 不是说远代其他 就我们周遭的太平洋的国家当中 就泛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当中 很多嘛 都来台湾 希望能够吸引投资移民 那很多人就开始心动 那我觉得这些现象呢 都反映出来 人们的恐慌跟焦虑 我们日常生活看起来 好像不受影响 所以你看到国际媒体来台湾 说台湾兵凶战危 台湾是最危险的地方 你看跟台湾人生活如常 但私底下焦虑的人非常的多 你说真的今天在军事上面 双方完全的无法沟通 然后出现这个擦枪走火的几率 是不是很高 然后经贸上面完全无法沟通 那以至于农产品缩停就停 然后食品各方面就缩停就停 对台湾真的有利吗 我觉得台湾民众心里是有感受的 这就是我要回头讲 比如说我一再的主张 其实对于两岸交流 国民党在这件事情上面 他们是没有任何退却的可能性 而且必须想清楚 这才是他今天生存在台湾 唯一的生存价值 所以遇到两岸交流的所有的事情 就要非常大方 就要非常距离力争 就必须要非常的引以为荣 因为两岸交流不是投降 两岸交流是建立双方互信基础 建立双方理解基础 建立双方最终可以谅解基础的 最重要的根本动作 那马英九今天可以交流 夏立言今天可以交流 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越是在这件事情 大方 骄傲 光荣 我告诉你 民众才会站在你这一边 你如果微微缩缩的说 哎呀 对政治不晓得有什么影响 对选举不晓得会有什么影响 我就不知道中间选民 凭什么要支持你们 这是我觉得 每一个政党都应该把 自己的优势想清楚 然后在属于自己优势的部分 就必须要坚定立场 只有这样子 民众才有投票给你的理由 是 所以用两岸交流 也许可以换来所谓的避免战争 那这个2024年 如果诚如刚刚奉心所提到的是 台湾的民间 那么有越来越多那种 很怕战争 怕战争可能一触即发 擦枪走火都不行 然后可能已经有人在开始想着 他的所谓的plan b的时候 那像比方说我们今天在座红庭 其实对于金融投资 这些算是比较金字塔顶端的一些 台湾社会的人士 企业家等等 其实也有很多的人脉 那其实你所了解到的 也都是如此 他们如果也都是这样子 一个心态的话 那就来比 那2024你说 谁能够避免战争 谁就能够赢得胜选吗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你说国民党是不是其实还是有机会 可是那你赖清德是不是就算你喊了半天 和平保台 恐怕也没有办法引起民间的共鸣 因为大家就会认为说 你和平保台和平保台 可是我所看到的情况是 当兵要更久啦 好像巷战要打啦 然后我们买的武器都是那一种啦 可能就是引战 台湾要变焦土了吗 要掏空台积电吗 种种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在现在我们来观察到就是今天 好 如果说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蔡英文 陈建仁 你看今天就算他们再怎么样做 民意上的反应 不赞同的 你看蔡英文 不赞同的44.6 赞同41.9 然后对于陈建仁内阁施政表现 其实连游盈龙老师都有点不太理解吧 缺淡问题 国防部频频出包 可是满意的有49.6% 不满意的是26 说这样可能是跟新内阁蜜月期有关 可是还有民生问题 大家会最有感 洪廷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第一 缺不缺电 你看摄子岛为什么会忽然三万户都停电 要不要给个交代 然后再来淡价 淡价说要动涨 可能吗 陈吉仲现在真有解决知道吗 只会说修饰是假议题 然后你只看到的是各地都有抢蛋的排队潮灶 像不到七点钟大家跑到北农超市抢货 蛋行老板说现在最高一斤涨到120了 呼吁政府要修饰 还有甚至澎湖最红的鲜奶鸡蛋糕 说宣告暂停营业 因为蛋都不知道在哪里 你叫他怎么卖呢 甚至搞到现在连高利财 这个价格又在什么 又在流血 说一颗只剩十块钱 产销失衡的问题都几年了 无力解决 所以请问一下这样的执政是哪来的绩效 他还要赢吗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你会发现只要谈到科学跟数学的问题 特别是跟民生相关的 民进党就完全不行 你看电够不够 需要多少电 需要用多少电 这是数学问题吧 这是数学问题 接下来才进到选择问题 所以蛋也算不好 电也算不好 口罩也算不好 快三也算不好 疫苗也算不好 然后这样子 他为什么还敢这么嚣张 很简单 因为操作抗中跑台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民众要想清楚一件事情 就是说谁才是和平跟维持现状最好的选择 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 不管我们要往哪一个方向走 国家的竞争力 来自于国家的实力 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底气 所以你民生做不好 经济发展做不好 那未来我们还有什么资格 站在谈判桌上 或未来我们在谈判桌上 我们有什么底气 跟人家来去谈 去好好的去谈和平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问题里面 坦白讲我觉得民营党过去 你看他不管是贪腐案件也好 民生方面做不好的事件也好 全部都在什么 都在大外宣的议题操作底下 就结束了 对不对 去创造出一个美国的智库 然后看起来好像有一个华府智库 好像一个美国的智库 在呼应我们 结果搞了半天什么 天啊那根本就民事的智库 那根本就我们自己的智库 我们台湾自己成立了 然后还开始办交流办活动 你可以看到从头到尾都是大外宣 所以我真的觉得 与其我们去看我们感觉 每天我们在那边谈 就是说什么台美关系是史上最好 这叫感觉 民众要看到的是什么 是真实 民众要看到的是 我今天该要有电的时候有电 要买得到的蛋的时候买得到 然后要快筛有快筛 要用疫苗要用疫苗 要口罩有口罩 然后价格最好 你帮我控制的好一点 那这才是我最实际的问题 结果你一天到晚跟我讲感觉 都说现在什么史上关系最好 我们现在很骄傲 台湾世界要看到台湾 这些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们要停止 进入这种所谓情绪的马飞 这种情绪的马飞 跟事实一点关联性都没有 国家真正要能够继续下去 要靠的是实力 谁才能让我们的国家有实力 这才是应该是选举的重点 而不是现在有面倒影 在那边搞什么 天啊 谁跟谁比较好 然后选谁就是在选哪一边 国际政治真的很复杂 绝对不能用二分法去看 它是很多层次的东西 用二分法太危险 好 而且其实在外交方面呢 你看都已经断了几个邦交国了 是不是宏都拉斯也真的是断定了呢 因为吴思怀委员他就讲了 他说他有这个宏都拉斯的 这边的好朋友 他就说他有消息 说断交断定了 那吴钊燮身为外交部的部长 然后只会说若有邦要的钱 数目是台湾不该付的 但为了维持邦交付钱 我对不起天 对不起地 对不起国家 对不起人民啊 所以强哥 这个难道也是您刚刚讲到的 说话的艺术吗 在这里啊 真的是我听不下去了 太多你好不好 你也明进来专门搞金钱外交 你讲金钱外交搞到什么程度啊 不要讲现在 现在也是更夸张 你去看外交的那个预算 机密预算 逐年在不乱攀升 就是用所谓金钱外交在打 以前陈水扁打到什么程度啊 打到澳洲来抗议啊 跟台湾来抗议啊 你每天在南太平洋国家 我周边的国家在那边花钱买政客 你搞的那些阵风败坏 是我澳洲要来收拾残局 换马总统开始上来以后 就是拒绝金钱外交 他就不花那个所谓的那种冤枉钱啊 我金元你可以 但是所有计划报过来 盖电厂是什么的 结果呢 他没有花钱邦交国维持 你花一大堆钱邦交国维持断 你还可以跟我讲说 你没有为了邦交国花钱 真的是听不下去了 好来 那帅将军 我们现在看看了 那2024 现在呢 总统选民的支持倾向趋势 那这份台湾民意基金会 做出来的民调呢 这个是让赖清德感到开心 而侯友宜该感到忧心吗 你看现在赖清德是36.2 侯友宜24.8 那如果这样子再看的话 差距已经拉开了 拉大到11.4%了 那侯友宜是说 面对问题全力检讨 好让工作能顺利啦 这什么叫工作 凤卿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你国民党的主张 是让台湾能够和平 能够两岸能够交流 能够共同繁荣 你当然可以赢得更高的票嘛 更多的民意嘛 赖清德 他们厉害是什么 斗完以后马上团结一致 我们到现在还搞不清楚 哪个是候选人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啊 过不再说你打不过民进党 是你自己的主张 看法 态度 还在那里闪闪的 我做好我分内的事 我不晓得你在做什么事 那你最多也不就当个 直辖市市长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啊 我虽然是国民党的个体户 我也很珍惜这个党啊 你现在东西 候选人自己 态度都不定啊 还能清美 还清得下去嘛 那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差距是否会拉开呢 凤卿姐补充一下你的意见 毕竟国民党支持度近一个月 跌了九点二个百分点了 大概算起来近一百九十万支持者 就这样子流失了吗 然后是 侯友宜说 现在在努力补两岸的学分 民进党却在酸 说你这个找马英九的幕僚来做 病急乱投医 马上就给侯友宜扣个帽子 我觉得很多 当我听到的事情 我这样讲就是说 有很多媒体在追踪 侯友宜到底是不是在谈两岸的一些东西 但是媒体所点名的人 我去问了 他们都说没有这回事 所以民进党当然这边是看媒体 然后去做反应嘛 那我觉得那个当然都不是重点 因为那都是后面 如果他真的成为候选 他非得要去面对的问题 我觉得应该是说 国民党支持度过去这一个月 发生了什么事 比如说第一个 郭台铭希望国民党给他一个方法 然后侯友宜到底是不是那一个最强母鸡 不确定这件事情 导致大家都心惶惶 然后呢支持郭台铭的人 可能并不喜欢侯友宜 支持侯友宜的人并不喜欢郭台铭 过去本来在做民调的时候 可能我可以第一优先A 第二优先B 可是现在就变成非A及B 就变成只能够二选一 这就会出问题 第二个就是难投的补选 失败这件事情 没有人真的用心去检讨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第三个 当然就是选策会治乱 三件事情 如果都面对了 就可以止跌 如果没有面对 当然是止跌不了的 所以关键点是主其四者 能不能去面对 曾经犯下的错误 你刚刚讲说有三个部分 要好好地检讨 尤其现在接下来 大家都会关注的 就是提名的方式 对公民党 要赶快亡羊补牢 提名一定要让最强的母亲 在最强的时刻被提名 爱黄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 它有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 这一颗一颗的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